我知道有很多人這次說 習近平要連任第三個任期就是破全力 是unprecedented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說法是不太正確 哪一個領導人是最遠的退休了嗎? 當然毛澤東不說 鄧小平他就是到天安門時間之後才退休了 但是退休了以後還是到了南方去採訪所謂的南巡 所以他在位子不在位子是一樣的還是最高的領導人 所以也可以說他沒有退休了 那張哲明退休的時候 他是把他的很多這個船子裡頭的人提拔了 最有名的就是徐彩虹、郭北雄 所以他的這個部隊還是聽張哲明的話 一直不聽胡錦濤的話 所以你可以說這個權力至少是分開的 胡錦濤也不是真正的總書記 譬如說他一直不是這個核心 核心的這樣的一個名稱是一個非正式的一個名稱 但是有一定的意義 張哲明還是核心 胡錦濤不是核心 那後來習近平說明他是核心 所以我們可以看這個核心的這樣的一個名稱 總是有一些一些意義、道理 所以你可以說張哲明也不是完全退休了 所以你說這個連任三個人是unprecedented 我覺得是不正確 每一個領導人都是希望他可以終身制 就是做這個總書記到某一個年齡 他綁不下去這樣一個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這樣的做法 也跟中共的傳統是一致的 而不是那麼破全力的